好,我们现在看,我们刚才上次是学到了第14小节 就是 勾 好,勾完以后上到62了 那在这个地方是大62抹7 这是第15小节 也是,大家看我这个如果唱一下的话 那就是 摸上进负 你看进负是两个平均的两个音 上五六是很短的 上五六很短的 大62抹7 在62那儿那个抹是四分之三拍 所以是摸上进负 是这么一个节奏 也就是说你上了五六 马上就得进负 那个进负是平均的 所以通过这个曲子 大家要对这个走音的各种节奏型 要把它弄清楚 否则的话就会把所有的那个进负弹的都一样 把所有的那个走音弹的节奏都一样 不好,它都不一样 所以是摸上进负 后面大62 挑7 右进负下7 这个节奏就 音的节奏跟前面的一样 但是对进负来说的节奏不一样 这是挑进负下 挑四分之三 进四分之一 负二分之一 下7 二分之一 所以是摸上进负 挑进负下 这么一个执法的节奏 好,我弹一下这个 可以在这就直接起音 不用加一个戳啊什么的 好 那 我看看啊 OK 那个 鱼背同学 这个 这个大62挑7 保留指要放哪啊 第15小节的最后一拍 那个大62挑7 保留指要放哪 放五弦上 是吗 再想想 大62挑7 下面我7 然后 要被我的那个问题给骗了 这个大62挑7进负 那个大62挑7 保留指要放哪啊 嗯 放六弦呢 不对,不用放 悬空 对吧 你自己不是说了吗 后面一个是抹嘛 嗯 所以这个是应该放的 是应该悬空的 哦 嗯 所以我说这个 不要被我问题给骗了 问你是要放哪 你应该回答是说 不放 才对 OK 这个地方 这个不能 这个不放啊 因为后面是抹嘛 后面抹你就不能 不能放保留指 所以 OK 这个 这个是悬空的 因为后面是抹 你放哪儿都 都是给自己添麻烦 啊 啊 好 那 那现在 现在这个应该是放五弦了 啊 第17小节 这个大7挑7 这个是要放五弦了 啊 啊 好 那 我们看看啊 前面那个 前面那两拍 前面那个 那个第15小节是 嗯 节奏最 最复杂一些的啊 后面这个节奏很疏朗 大家一定要注意 很疏朗啊 抹7 上62 上56 这个 这个是 嗯 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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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摩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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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后面那上56 这都很长 嗯 然后 这个要放保留指了 超 tapping 第二把 啊 摩 了 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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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段落啊 后面这又到了这个明七九勾三上七 这个上七这一共有一直有三拍啊 然后明七九勾三是一拍 所以这个这个很长的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在这 可以加一个这个 可以加一个很很正常的那个银就好了 不用太大也不用太小 好 OK好 那我把这一句弹一下 大家弹给我听 主要是一个主要是一个节奏 大九挑七抓起这个地方 可以加挠 加两个挠 加两个挠 把那个一拍半 反正遇到这种情况 大家都可以跟前面一样处理 好吧 加两个挠 把大九挑七的 就抓 抓起前面那个一拍半 加两个挠 切成 切成三个 三个半拍 好